今天咱们来制作一道卤菜的传统名菜 靶子肉 靶子肉呢 咱们选择这个五花三成的下五花肉 肉质呢比较厚 肥瘦相间 咱们先用火腔呢 把这个皮毛给它烤一下 烤制的目的是可以去腥 因为猪肉当中的腥味啊 很多是来源于毛囊里 所以说咱们通过烧烤的方式去腥 另外呢 咱们可以去除残留的一些猪毛 烤完的五花肉呢 放入温水当中呢 给它浸泡五分钟 浸泡好的五花肉呢 咱们用刀 把烧烤的这个颜色重的地方 给它刮一下 咱把处理好的五花肉呢 给它切成大厚片 切好的五花肉呢 咱们用草绳给它扎上 这样呢便于固定形态 现在呢取一拼锅 锅里呢放少许多油 润润锅底就行 咱放入呢 扎好的五花肉 给它煎制 五花肉呢煎制两面微黄 另外呢能出一部分的猪油 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 就不会那么腻 同时呢还有助于上色 煎制微黄呢 咱就翻过来煎制另一面 也不要给它煎制的太过啊 煎制过了之后呢 咱们口感呢就发硬 通过这个热锅煎制 也有助于去腥 另一面呢煎好之后呢 咱们少许的白酒 烹入锅中 这样呢也可以起到去腥的作用 酒挥发完之后呢 咱就可以把肉先放入锅中 咱们旁边这个呢 是一个汤锅 这里面呢是用猪骨和鸡骨架 来吊制的汤 有条件的可以用这个汤 如果家里没有汤的话呢 可以用水也是可以的 咱们放里之后呢 开始调味 就着这个锅啊 再少来点食用油 放入葱姜 葱姜呢稍多热点 现在呢咱可以放入桂皮 八角 丁香 花椒 炒果 茴香 香叶 白蔻 陈皮 热锅当中呢给它炒香 炒香之后呢 咱就可以倒入锅中 因为咱量少啊 就不用给它包起来了 如果咱们做的量多的话 咱可以用鲍鱼袋或者纱布 给它包起来 现在呢开始调味调色 放入糖色 糖色的视频呢 在咱们前面有这个教程 大家可以观看 生抽 蚝油 黄酒 老抽 冰糖 鸡精 开锅呢 大火先煮至五分钟 咱们再来转小火 咱们盖上锅盖 卤制一个半小时 相传呢 是在三国时期 刘备 关羽 张飞 桃园 三杰益 拜把个的时候 因为张飞是个土户 他就把杀的猪 猪肉 放到锅里头 加上酱油 来炖煮 炖烂以后 大家就大块多鸣 就形成了当时的一种 美坛和美状 后来呢 山东的名厨 就把这道菜 进行了完善和改良 形成今天的 把子肉 做这个把子肉呢 注意这么三点 第一点呢 要选择带皮的猪肉 第二点呢 不要提前研制 第三点呢 在烹制的过程当中 不要放盐 因为传统化来讲 它是用酱油 来煮着吃的 所以说酱油本身 从味道 颜色 已经足够了 时间到呢 咱们来打开锅盖 椰栏好菜 每日更新 为您的美味生活 增采 帮助摆